哈囉我是茵茵 嗨我是飄飄 今天我們要喝 秀 我的是季州島 橘峰味冰沙 我的是粉紅葡萄柚 風味冰沙 又是吃冰沙時間 不要問我們為什麼今天穿 長袖 因為外面有點冷 但是我們還是要吃冰沙 好嗎 來我們把它給剪開 剪開 現在這種冰沙真的都很方便 對啊而且又不會沾到手 轉開就可以直接喝了 真的很可愛 像這種簡單又乾淨的方式 看它的流程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擠這麼噁心的 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真的擠得有點噁心 哈哈 沒辦法囉 好 完了 完蛋了完蛋 我來吃葡萄柚的 它聞起來超香的 真的就是葡萄柚果汁的味道 葡萄柚很酸欸 可是我喜歡吃葡萄柚欸 我喜歡它有點苦苦的味道 你好勇敢喔 葡萄柚超健康的啊 它富含有什麼 嗯 這個問題太陽 你不是營養師嗎 富含維他命C 很多那個 這都是掰的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所有的水果裡面都含有 富含維他命C 好 那麼我們用好了 來我們來喝看看 因為吸管實在是有夠短 所以我們要靠很近 哈哈哈哈 喔好濃喔 喔 超濃的欸 喔 太好喝了吧 可是好酸喔 還好吧 你要吃我的問題嗎 好喝 它超濃的 有點像勾芡 就是 果汁在勾芡 更 更濃稠那種 會有一點點像有果粒的那種果汁 對 也會喝起來很 很用飽足感 很用飽足感 對 對嗎 你是要做這個嗎 來喝我喜歡的葡萄柚口味 喔真的是很酸 喔我真的覺得它還好欸 它葡萄柚也真的還蠻像果汁的 就是它會 不是只有那個甜 然後跟葡萄柚的香味 對 它還會有一點葡萄柚果汁 本身有一點帶苦的味道 有苦嗎 有啊有一點點 喔有 就是它回甘的是苦味 然後很像這個是在吃 我們吃葡萄柚的果肉一樣 其實我覺得做冰沙 做成冰沙的好處就是 它會非常濃郁 喔對 我們每一次喝的冰沙的口味 都是非常濃郁的味道 然後就感覺你真的是在吃它的水果 或是優格等等之類的 最像是夏天吃這個超小薯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季州島 菊峰口味的冰沙 以及粉紅葡萄柚風味冰沙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以去找找看這個東西唷 夏天非常棒 吃貨們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